《保羅達哥林多人後書》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泰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 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願因為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門徒受苦蒙上帝安慰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法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上帝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們受患難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上帝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只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保羅所誇的,是憑著上帝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 見證我們憑著上帝的聖結和誠實 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 乃靠上帝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 並不愛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 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 以我們跨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 以你們跨口一樣 保羅未到哥林多的原由 有寬容之意 我既然這樣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們那裡去 叫你們再得益處 也要從你們那裡經過 往馬其頓去 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裡 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 我有此意,豈是反覆不定摩? 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欲起的 叫我忽是忽非摩? 我指著信實的上帝說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 並沒有是而又非的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 在你們中間所傳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上帝的應許 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 哪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 並且高我們的就是上帝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我呼籲上帝給我的心作見證 我沒有往哥林多去 是為要寬容你們 我們並不是核管你們的信心 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 因為你們憑信才暫立得住 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們那裡去 必須大家沒有憂愁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 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 誰能叫我快樂呢 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 恐怕我到的時候 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憂愁 我也深信 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 為自己的快樂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 多多的流淚 寫信給你們 不是叫你們憂愁 乃是叫你們知道 我格外的藤愛你們 當赦免受窄的人 若有叫人憂愁的 他不但叫我憂愁 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 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 也就夠了 倒不如卸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甚至沉淪了 所以我勸你們 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 為此 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 要試驗你們 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 你們卸免誰 我也卸免誰 我若有所卸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卸免的 免得撒旦趁著機會勝過我們 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 主也給我開了門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 我心裡不安 便遲別那裡的人 往馬其頓去了 保羅為基督的香氣 感謝上帝 尚須領我們在基督裡誇聖 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 哪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因為我們在上帝面前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滅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興鄉之氣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 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 叫他活 這是誰能當得起呢 我們不曉那許多人 為利混亂上帝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 由於上帝 在上帝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第三章 門徒為保羅的戰書 我們喜事又舉戰自己嗎? 喜像別人用人的戰信給你們 或用你們的戰信給人嗎? 你們就是我們的戰信 寫在我們的心裡 被眾人所知道所念重的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藉著我們修成的 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上帝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板上 乃是寫在心板上 我們因基督 所以在上帝面前 才有這樣的信心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上帝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身約的執事 不是憑著自據 乃是憑著精意 因為那自據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活 哪用自刻在石頭上熟死的即是 尚且有榮光 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榮光 不能定征看他的臉 這榮光 原是漸漸退去的 何況那熟靈的即是 豈不更有榮光 若是定罪的即是有榮光 那清意的即是 榮光就越發大了 那從前有榮光的 因這極大的榮光 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 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 主的靈在那裡 那裡就得以自由 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 就大膽講說 不像摩西將拍子蒙在臉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征看到 哪張廢者的結局 但他們的心底高硬 直到今日 中讀舊約的時候 這拍子還沒有揭去 這拍子在基督裏 已經廢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中讀摩西書的時候 拍子還在他們心上 但他們的心 幾時歸向主 拍子就幾時除去了 主就善那靈 主的靈在那裡 那裡就得以自由 我們眾人既然闖著臉 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反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第四章 保羅不傳自己 只傳基督 我們既然蒙連吻 受了這職份 就不喪膽 乃將那些暗媚可恥的事 棄絕了 不行鬼詐 不謬講上帝的道理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 好在上帝面前 把自己賤與各人的良心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核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 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我們原不是全自己 乃是全基督耶穌為主 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伯人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上帝 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叫我們得知上帝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雅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上帝 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的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造迫伯 卻不被凋棄 打倒了 卻不至死亡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 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 使耶穌的生 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看來 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 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但我們既有信心 正如經上記著說 我恩信 所以如此說話 我們也信 所以也說話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穌復活的 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 並且 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為你們 好叫恩惠 恩人多 越法加憎 感謝格外顯多 以照榮耀歸於上帝 外體毀壞 內心日身 所以 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 身似一天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故念所見的 乃是故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 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 是永遠的 第五章 憑信心 不憑眼見 我們原之道 我們這地上的帳篷 若拆毀了 必得上帝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們在這帳篷裡探飾 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 好象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遇見的時候 就不至於赤身了 我們在這帳篷裡 探飾老虎 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哪個 好叫這必死的 被生命吞滅了 為此培植我們的 就是上帝 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 所以 我們是常坦然無據 並且曉得 我們住在身內 便與主相離 因我們行事為人 是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 我們坦然無據 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 離開身外 我們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悅 因為我們眾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謂的 所以勸人 但我們在上帝面前是顯明的 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 也是顯明的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戰自己 乃是叫你們 因我們有可誇之處 好對那憑外貌 不憑內心誇口的人 有言可答 我們若果癲狂 是為上帝 若果緊守 是為你們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 而復活的主活 所以 我們從今以後 不憑著外貌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 卻不再這樣 認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他藉著基督 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份 賜給我們 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裡 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不將他們的過範 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們 替基督勸人 所以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上帝 直我們勸你們一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 與上帝和好 上帝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裏面 成為上帝的義 第六章 在各樣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我們與上帝同工的 也勸你們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為他說 在越納的時候 我應運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答救了你 看呀 現在正是越納的時候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 免得這職份被人毀旁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就如在許多的忍耐 患難 窮佛 困苦 鞭打 監禁 擾亂 勤奴 警醒 不食 廉潔 知識 行忍 因此 聖靈的感化 無偽的愛心 真實的道理 上帝的大能 仁義的兵器 在左在右 榮耀 羞辱 惡名 美名 此乎是誘惑人的 卻是誠實的 此乎不為人所知 卻是人所共知的 此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 此乎受責佛 卻是不至喪命的 此乎優秀 卻是常常快樂的 此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人附足的 此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哥林多人啊 我們向你們 口是張開的 心是寬宏的 你們狹窄 原不在乎我們 是在乎自己的心場狹窄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我這話 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不可與惡相交 你們和不信的 緣不相配 不要同負一握 義和不義 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麼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麼相和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麼相交呢 上帝的殿和偶像 有什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笑永生上帝的殿 就如上帝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又說 你們無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我要作你們的父 你們要作我的兒女 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第七章 當結除身魂一切污衛 親愛的弟兄 我們既有者等應許 就當結淨自己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衛 敬衛上帝 得以成勝 你們要心地寬大 修納我們 我們未曾規負誰 未曾敗壞誰 未曾佔誰的便宜 我說這話 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我已經說過 你們常在我們心裡 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膽 向你們說話 我因你們多多誇口 滿得安慰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憤外的快樂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 身體也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 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不但藉著他來 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們 因他把你們的想念 哀動 和向我的熱心 都告訴了我 叫我更加歡喜 依著上帝的意思 憂愁就生出奧悔來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 我後來雖然奧悔 如今卻不奧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 不過是暫時的 如今我歡喜 不是因你們憂愁 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奧悔來 你們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 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因為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 就生出沒有後悔的奧悔來 以至得救 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你看你們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 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恩勤 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 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 卻不是為那規負人的 也不是為那受人規負的 那要在上帝面前 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 並且在安慰之中 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裡唱快歡喜 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我若對提多誇掌了你們什麼 也覺得沒有慚愧 因我對提多誇掌你們的話成了真的 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信服 是怎樣恐懼戰經的接待他 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 第八章 當效法馬其頓教會樂捐 弟兄們 我把上帝賜給馬其頓 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 仍有滿足的快樂 在極窮之間 環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 而且也過了力量 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 再三的求我們 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 並且他們所作的 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 更照上帝的旨意 先把自己獻給主 又歸附了我們 因此 我勸提多 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慰的事 就當辦成了 你們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識 熱心 和待我們的愛心上 都格外顯出滿足來 就當在這慈慰的事上 也格外顯出滿足來 我說這話 不是吩咐你們 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 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 當下基督寫父為貧 你們知道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他本來富足 卻為你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 我在這事上 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 是與你們有益 因為你們下手辦這事 而且起此心意 已經有一年了 如今就當辦成這事 既有願作的心 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 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 必蒙越納 乃是照他所有的 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我願不是要別人興省 你們受慮 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們的富裕 現在可以保他們的不足 使他們的富裕 將來也可以保你們的不足 這就均平了 如經上所記 多修的也沒有餘 少修的也沒有缺 請讚提多 多謝上帝 感動提多的心 叫他代你們恩勤 像我一樣 他固然是聽了我的勸 但自己更是熱心 情願往你們那裡去 我們還打發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教會的稱讚 不但這樣 他也被眾教會挑選 和我們同行 把所託與我們的這捐資送到了 可以榮耀主 又表明我們樂意的心 這就免得有人因我們收的捐銀很多 就挑我們的不是 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 我們又打發一位兄弟同去 這人的熱心 我們在許多事上屢次試驗過 現在他因為深信你們 就更加熱心了 論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為你們勞錄的 論到那兩位兄弟 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 是基督的榮耀 所以你們冒要在眾教會面前 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 並我所誇掌你們的憑據 第九章 誇掌阿該阿信徒的熱心 論到公給聖徒的事 我不必寫信給你們 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 常對馬其頓人誇掌你們 說阿該阿人預備好了 已經有一年了 並且你們的熱心 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了許多人 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 要叫你們 照我的話預備妥當 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掌你們的話 落了空 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 見你們沒有預備 就叫我們所確信的 反成了羞愧 你們羞愧更不用說了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 先到你們那裡去 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資 預備妥當 就顯出你們所捐的 是出於樂意 不是出於勉強 小眾小修 多眾多修 小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 這話是真的 各人要除本心所著定的 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上帝所喜愛的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 多多的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 如經上所記 他施捨錢財 周濟貧窮 他的仁義全到永遠 增添仁義的果子 那次總給殺總的 賜糧給人吃的 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 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叫你們凡事附足 可以多多施捨 就值著我們使感謝歸於上帝 因為辦者供給的事 不但保聖徒的缺乏 而且叫許多人越法感謝上帝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 知道你們承認基督 信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 便將榮耀歸於上帝 他們也因上帝極大的恩賜 顯在你們心裡 就徹徹的想念你們 為你們祈禱 感謝上帝 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第十章 不憑血氣爭戰 我保羅 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 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向你們是勇敢的 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 勸你們 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 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代者等人 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有這樣的勇敢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卻不值著血氣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 哪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刑履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 那些至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 等你們十分信服的時候 要責罰那一切不信服的人 你們是看眼前的嗎? 倘若有人自信是屬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屬基督 我們也是如何屬基督的 主賜給我們權兵是要造就你們 並不是要敗壞你們 我就是為這權兵稍微誇口 也不至於慚愧 我說這話 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 因為有人說 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 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 言語操俗的 這等人當想 我們不在那裡的時候 信上的言語如何 見面的時候行事也必如何 因為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賤的人同列相比 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較自己 乃是不通達的 我們不願意份外誇口 只要照上帝所良給我們的界限 溝到你們那裡 我們並非過了自己的界限 好將溝不到你們那裡 因為我們早到你們那裡 傳了基督的福音 當矢언只著著 Eller 當只著著呃我 就像中的 我們不像著別人所牳鹿的 份外跨口 但只望你們 信心增長的時候 所量給我們的界限 就可以因著你們更加開展 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 並不是在別人界限之內 直着他现成的是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月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第十一章 保罗怕信徒失去唇一的心 但愿你们欢容我这一点如莽 其实你们愿是欢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愿是上帝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 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 如同精洁的同女 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哪向基督所传 唇一清洁的心 就将蛇 用鬼诈 有画了下蛙一样 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 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 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 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 显明出来的 言己传教 不索费用 我因为 伯伯传上帝的福音 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规附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 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保足了 我向来凡事紧守 后来也必紧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 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归亚一大地方 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上帝之道 我现在所作的 后来还要作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 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鱼蟒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鱼蟒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 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像鱼蟒人 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 憑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如妄人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博 或侵吞你们 或劳略你们 或武慢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 是羞辱自己 好象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何事上勇敢 我说句如妄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保罗以珠般患难为荣 我给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劳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 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策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帝卿的危险 受牢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招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 软弱的事变了 那永远可清重之 主耶稣的父上帝 知道我不说方 在大马式 阿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手大马式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康子里 从城墙上 被人聚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第十二章 保罗所得的启示 我自夸固言无益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 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 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 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 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他被提到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忍蔽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 我要夸口 但是 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 我必说实话 只是 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 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 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 有一斤刺 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 因为 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浮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白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明显使徒的凭据 我成了如妄人 是被你们强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 清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 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其事 易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 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事 不及别的教会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 遥恕我罢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 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 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职财 父母该为儿女职财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 废财废力 难道我越犯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 我是鬼诈 用心计劳聋你们 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值着他们一个人 佔过你们的便宜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猜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佔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脚踪吗 一切的事都为造就信徒 你们到如今 幻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 当上帝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呀 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在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 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 又怕有纷争 贼道 老怒 结党 毁旁 残言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的上帝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 行污谓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忧愁 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在来必不欢容 你们既然尋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欢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劝门徒自省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上帝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作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愿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罢 我们凡事不能敌党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作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的待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劝勉 还有没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人爱和平的上帝 必尝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慕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聖灵的感动 尝与你们众人同在 愿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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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者会